你好 谢谢你经常收看东东视频 对于洗面奶 有些人喜欢雾泡沫的 有些人在喜欢泡沫多的 但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泡沫越多越好 这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泡泡的好处有哪些呢 如果没有起泡就洗脸 手部对肌肤的摩擦就会弱多 足够亮的泡泡 绵密细致的泡泡 对于清洁脸部是非常重要的 泡泡原细致 就是透过微小气泡来深入肌肤 纹理及毛孔 彻底洗净深藏的污垢 那么洗脸是泡泡多就是好吗 泡泡的多少 跟清洁度其实没有一定的关联 有的时候 温和的溫和的界面活性剂就真的很难有泡泡 所以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复制及产品成分来判断 有时过多的泡沫可能是造性或界面活性剂太强的关系 反而可能会对肌肤产生不良的影响 那么如何正确使用 吸棉奶呢 一 洗烟产品的量要足够 约10元硬币大小就可以 二 手心微弯称45度 让空气进来 才有办法出现大量的泡泡 三 当你的泡泡没有粘腻感时 这时的泡泡才是最完整的 除了吸脸之外 洗后的包养也不能忽略 对于洗面奶 有一些误区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一 洗面奶不一定美白 洗面奶是清洁类的产品 但都会保留能美白功效的口碑 而洗面奶不是洗得越久就能变白 最多只能在皮肤上停留一分钟 长时间停留 很难发挥美白功效 另外 不能单靠洗面奶美白 后期美白保湿也很重要 具有美白功效的洗面奶 含有不同程度的果酸 能软化 老肺脚脂 促进剥落 但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所以 使用过后 要涂抹 具有保湿成分的护肤品 二 泡沫不是越多越好 洗面奶不是泡沫越多越好 洗面奶的保湿程度和洁性程度是成翻笔的 泡沫越多就含更多界面活性剂 清洁力度就强 也会使皮肤保湿的水纸沫和细胞间 脚趾等正常含脂类成分结构受威胁 破坏肌肤正常保湿功能 所以说 洗面奶泡沫不是越多越好 三 频繁更换 洗面奶 这里指一天用不同功效的洗面奶洗脸 这样容易让皮肤变得脆弱 敏感 还有可能导致肌肤脱皮 建议不要一天用多种洗面奶洗脸 但使用一种接面奶到一定期限的时候 换一种倒是可以的 洗面奶和蜂蜜能一起洗脸吗 要想改善肌肤的状态 清洁肌肤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清洁好了 护肤品中的物质才能更好的滋养肌肤 为底层细胞提供营养 蜂蜜作为一种健康的食品 抗菌能力比较强 那么它能不能当作洗面奶来用呢 用蜂蜜洗脸好吗 蜂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 含有高濡度糖类和酸性物质 有很强的抗菌性 可以抑制细菌自身 性质温和 且不含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用蜂蜜洗脸确实是不错的 例如云蜜消蜜 不仅有很强的抗准能力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粮元素 是做洗面奶的不错选择 大家在洗脸的时候 可以取适量的云蜜香蜜 均匀地涂抹在脸上以后 用双手不断按摩 促进吸收 蜂蜜的抗菌性较强 可以清出脊肤表层的细菌 有助于疏通毛孔 防止油脂分泌过多 堵塞毛孔 云蜜消蜜还有很好的润泽性 在清洁的同时 还能缩住肌肤表层的水分 给肌肤补水和缩水 小分子物质可以进入肌肤底层 能够为肌肤补充营养 但是用蜂蜜洗脸前 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先在耳朵后面测试一下 虽然蜂蜜的性质温和 只是有些人的肌肤比较敏感 还是测试一下安全一些 耳朵后面的肌肤比较敏感 大家可以取适量的蜂蜜 涂抹在耳朵后面 用温水洗净后观察五分钟 看有什么反应 如果没有出现红肿骚扰的情况 这说明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蜂蜜洗脸 朋友们 听了以上的介绍 你感觉怎么样呢 不妨在视频的留言区留言 与大家共享你的生活体验 好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